4月8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会见法国美里埃基金会主席美里埃夫妇 习近平对美里埃夫妇以及美里埃基金会 长期以来对中法关系发展 以及中国卫生健康事业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赞赏 习近平强调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进入变乱交织的动荡期 人类社会不仅要应对新冠疫情等卫生健康挑战 也要面对巴以冲突 乌克兰危机等地缘冲突 中方始终主张要和平不要战争 呼吁止战促和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 60年来一代又一代人传承和发展中法关系 两国友好历久弥坚 中方真是中法友谊 愿同法方进一步加强高层交往 密切交流合作 推动中法关系迈上更高水平 长期以来 中法在卫生健康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合作 取得丰硕成果 欢迎美里埃基金会继续同中方深化合作 美里埃表示 感谢习近平主席百忙之中波容会见 这充分体现了对法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令人感动 我和中国的交往和情谊始于46年前 多年来 我始终关注和钦佩中国的发展进步 美里埃基金会将继续积极促进 法中友好和卫生健康合作 王毅参加会见